对普通凡夫来讲 这绝对是红利 无需自己累积勤修 就可以断掉生死轮回的根源 这是一切凡夫得到的最大的利益 因此 善导大师在解释观经的时候 是这么说的 阿弥陀佛发的愿不为圣人发 就是不是专门为菩萨阿罗汉这些圣人 不是为这些人发的 是专门为十方凡夫而发 顺带接引十方正果的圣者 所以弥陀大愿前面讲的 都是十方凡夫重生 就是在轮回中 自己无奈 又不愿意继续受苦的这些众生 弥陀这个大愿 尤其慈悲 各位有没有正果 对祝福来说那都是平等看待的 度哪个众生不是一个 按我们今天的说法 阿弥陀佛走的是基层路线 什么意思啊 这受苦受难的轮回众生太多了 已经在轮回中有功底 或者已经出轮回的圣者 不劳诸佛费心 为什么呢 他已经有基础了 至少他不再那么苦了 因此 去与不去 自便不勉强 但对轮回中的众生而言 苦难是真真切切的感受 可是要摆脱这些苦难 无计可施 无可奈何 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怎么办呢 最后这一生 把苦受尽了 有多少来吧 后面没苦可以受了 这一生就是最后生 成佛愿力 必定离苦 到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祝佛国难比 有好多例子可以说明 举个例子吧 就这个凡夫众生 无逆十恶的凡夫众生 这有往生极乐世界 此反跟阿弥陀佛可以在一起 观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 都是自己最要好的朋友 这个在他方世界 也不太可能的 为什么 你得排队 得按修行功夫来论 在极乐世界 凡夫可以入如来境界 就是可以享用佛境界的生活 这也是阿弥陀佛最初发愿的时候 就说明的 按照一般修行人 所证得的境界 出地不知二地事 什么意思 出地菩萨 根本不知道二地菩萨在哪里 抬脚不知落脚处 等觉菩萨 不知如来境界 有多么不可思议 但是在极乐世界 这个事情就家常便饭了 阿弥陀佛天天跟极乐世界的这些诸上善人 烙家常 全是佛境界 受用现成 就单凭这一点 各位就足够 献煞十方菩萨的 我们现在讲羡慕是人 一个普通凡夫到极乐世界 都有这样的受用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菩萨 要到极乐世界去 看了之后才知道 真是这样 祝佛国难比 阿弥陀佛 他做了这样一个殊胜的视线 十方来的这些菩萨看到之后 各个 见贤知其 因法无上心 愿述成菩提 什么意思 我们也发心 像阿弥陀佛一样 这个无上心 菩萨们都有无上心 要上成佛道吗 但是这里说的无上心 显然是以阿弥陀佛为学习标准 愿速成菩提 速快速 直接了当 不能停 那为什么要快速成菩提呢 为更好的利益 十方有缘众生 就菩萨们成佛 是为利益众生 那有人说了 那不成佛 诸大菩萨不是照样在利益众生吗 菩萨们的愿不一样 原成佛道 这可以就尽利益一切众生 如果未能原成佛道呢 则利益有缘众生 譬如都是等觉菩萨 你无法再开导另外一个等觉菩萨 因为彼此境界相当 那事实上呢 事实上这也不成为问题 可以忽略不计 都是等觉菩萨了 还要谁开导呢 但是菩萨们的愿各有不同 所以在修行过程中 有更多的菩萨发愿 先成佛 而后普度众生 也有一部分菩萨 既然自己已经有能力度众生 这不着急成佛 像地藏菩萨 这都是有的 那有人说我们要怎么学呢 我们学阿弥陀佛 至少先去极乐世界 到了极乐世界 你说我不着急成佛 可以 不着急 真的不着急 你说要快速成佛 可以 很快成佛 每往生之前 你说我不着急成佛 你不用不着急 你着急也成不了 不着急 所以我们首先得有个保障 这是菩萨们见到阿弥陀佛 他们的收获 接下来是阿弥陀佛 我放光 给予印证 请看经文 应时无量尊 微笑 现金融 是阿弥陀佛 看到这里 这里先说阿弥陀佛放光 硬实 硬实就是这些菩萨们有这样的心愿 有感而硬 无量尊就是阿弥陀佛 你看阿弥陀佛就是无量佛的意思 阿是无弥陀是量 所以阿弥陀佛即是无量佛 什么意思呢 就是阿弥陀佛这个名号 可以看作是一切祝佛的总名号 八十八佛里面也就这么说 法界葬身 阿弥陀佛 法界葬身 什么意思 法身 阿弥陀佛这个名号 即是法身佛的总名号 硬实无量尊 微笑现尽容 你看 念佛人 我们要学会微笑 佛怎么欢迎大家呢 微笑 微笑是个法门 微笑法门 启动微笑模式 每天都要笑一笑 我早上笑过了 不是 是一直笑 这叫笑一笑 一直 我们要养成这样一种习惯 现在还不习惯 所以要刻意提醒自己 要培养到 真的要特别提醒 我们总是在自己情绪好的时候 表情才会好一些 其实呢 更多的时候 我们是一种僵化的表情 表情僵化呢 心态也跟着僵化 所以要给自己 那个冷冻的心态 解冻 先怎样啊 先动起来 微笑 现金融 佛陀 这个相好 通常经常是说 指摸真金色身 这个金啊 我们理解为 就是那个黄金的颜色 它是最好的意思 微笑现金融 就是阿弥陀世尊 微笑迎接大众 那个面孔表情 非常和蔼 微笑的同时 光明从口出 有光 放出来 微笑就有光 有没有看到 微笑就有光 没看到啊 没看到正常的 这里没有啊 这里有一种光 是隐形的 阿弥陀佛现场 微笑放光 光明从口出 是什么意思呢 口代表说法 阿弥陀佛在为 这些菩萨们说法呀 怎么说法呢 这一微笑 这一堂课就讲完了 讲什么呢 这一道光出去 这一堂课就上完了 这我们才知道啊 这个讲法 是可以多种形式的 佛经上说啊 这个众生种种根性不一 诸佛如来度众生 那是随众生的根基 种种说法的 但我们习惯上认为 说法一定要动嘴巴 一定要蹦出几个字 还得让我听清楚 这叫音声说法 在我们这个世界 常用 因为这个世界 耳根独立 就是我们现在多数人呢 耳根最好使 俗话讲 耳朵比较灵光 相比之下 耳朵比较好使 相比哈 你不要极端的去理解 相比什么呢 相比眼睛 耳朵更灵敏一些 怎么说呢 很简单 各位不要回头 你能看到后面吗 能不能 看不到啊 各位你同样不要回头 耳朵不要动 后面有人喊你 能不能听到 能听到吧 这就是个证明 就是声音可以从四面八方接收 但是眼睛看到的现象 仅仅只能照顾前半步 所谓眼观六路 这耳听八方 所以楞严经上讲 这耳根的功德是偏多的 耳根独立 这是一个证明 但并非所有世界的众生都这样 也并不是我们这个世界 每个众生绝对这样 多数如此 还有些世界呢 那众生可能眼根坠立 鼻根坠立 舌根坠立 所以佛陀就随顺众生 不同的根基 用不同的方式去说法 用言语说法是相对繁琐的 用光明说法呢 则简单多了 放一道光 一部无量寿经 讲完了 哪里需要讲这么久啊 每天讲两个小时 讲一年也还没讲完 有人说这么烦 那就是了 不解释又听不明白 解释了 好像懂了 回去想想 又有些地方不同了 还得解释 那一道光放出去 全部都懂了 多好啊 有这样的方法吗 有的 我们这个社会 目前少数地方在用 光明说法 放光 就能代表很多的意思 不需要解释那么多 你看最常见的就是 十字路口的红绿灯 那个光在说法 红灯一亮 大家就知道 不能走了 绿灯一亮 赶紧走 你要让个警察叔叔 站在那边 累他半死 不要走啊 不要走 跟你们说了 不要走啊 为什么不要走 有危险啊 会碰头啊 这样的 他在解释老半天 光就是一种讯号 光光阴天的天人 就世界光阴天天人 他们彼此之间交流 以光明做阴生 就两个人见面 放一道光 什么意思 全部都懂了 这个就是表达方式 更简单了 佛与诸大菩萨说法 在这里口中放光 谁知道讲什么呢 整部无量寿经 讲完了 现在我们好理解了 现在我们电脑储存啊 其实都是光 光波在传啊 一个巨大的信息量 几秒钟就可以完成传说 那就好比是此地说的 光明出去 变造十方国 这阿弥陀佛这一堂课说的 信息量可大了 变造十方国什么意思啊 整个宇宙 整个宇宙绕一圈 光明所照之处 就是所说的内容 绕一圈回来 回光环绕佛 这叫回归自信 从佛口出 说法方便 绕十方世界一圈 虚空法界 不离当人自信 环绕佛 绕阿弥陀佛 佛即是自信 绕三杂 从顶路 从顶啊 无见顶向 光有放有收哦 放出去收回来 什么意思啊 从心性所流出 还归于心性 从顶路呢 代表受无上菩提记 顶啊 是至高无上 光明从顶而入 代表阿弥陀佛 今天为十方世界的 这些菩萨 受成佛之计 就是前面放光 在光中所说的 是无上妙法 这些菩萨们 一看这些光啊 全部怎样 蒙佛受计 你看 菩萨见此光 极正不退位 这太简单了 菩萨看到这些光啊 个个都正不退位了 前面所说的 这阿维悦志 圆满的不退 菩萨们个个都正得了 正得之后啊 实惠一切众 互庆生欢喜 彼此交流一下 你入什么境界了 我正得不退位了 你入什么境界了 也是不退位了 互庆生欢喜 不须此行啊 这是阿弥陀佛 招待十方世界来的这些菩萨 先放光 接下来呢 是用音声说法 请看经文 Leistung 受计当作佛 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象 满足诸妙愿必成如是差 先看到这里 前面放光说法对菩萨们来讲 没有疑问 但对我们凡夫众生而言 这就莫名其妙了 所以因生说法 则是对中下根性众生而说的 佛语泛雷震 泛是清净的意思 泛雷震 清净之音犹如雷震 警觉人心 不过经常也说 泛天的声音就像雷震一样 能警觉人心 如来世尊说法的声音 具足泛音声像 它是清净的 它给人以震撼心灵的感觉 当然不是像打雷啊 吓到人 就是佛说法的音声 警觉人心 就像很多人说 早一天我要听闻到佛法 人生啊 不至于走那么多的冤枉路 现在是如梦方醒啊 没错 那就是听到雷震的声音了 就是心灵会有一种震撼的感觉 这就叫雷震 八音 佛陀说法的音声之中 具足八种功德 八种功德 是从八个方面来说明 佛陀这一种泛音声像 它具足的内涵 第一种叫极好音 也可以说叫最好音 佛陀的声音 三界众生 无与伦比 十方法界最为第一 所以最好极好 因为佛陀生生世世 口业清净 他对待众生 生生世世啊 都是以最好的音声 去赞叹 去供养 所以成佛得最好音 这样一种果报 最好音是总说 接下来是意料音 第二 所谓意料 就是容易明了 有人说了 我怎么都听不懂呢 没办法 我们现在看文字 我们现在生活在末法时期 我们听到的 实际上 都是解释了很多遍的佛法 那有人说 要亲自听到佛说法 会是怎样呢 不得而知 怎么不得而知呢 没听过怎么知道呢 那听过又会怎样呢 听过了再说 不存在假设 不过呢 有缘遇到佛陀本人 佛陀会观机说法 但是大家 也不要极端的理解 那是不是遇到佛的每个人 都会彻底得度呢 当然不能这样绝对的看待 但至少 遇到佛陀的每个人 都能种下善根 佛陀说法 则观众生机 这里面呢 也包括了 该说不该说 我们总认为 遇到人就说就对了 只不过说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但是我们在经上看到 有些众生遇到佛 佛就没有说法 有些场所 大家都等着佛开口说法 佛就是不说法 怎么不说呢 不说是另外一种方式的说 就如同灵山会上 传心印 这一会 世尊就没有用言语 提前说明 就是坐在这里 我们总认为说法 就是得解释来解释去 其实有时候不解释 人可能自己也会想明白 领悟力高的人 或许因此会有更高的领悟 也说不准 那大家 社尊者 他就领悟佛心 社尊没有开口说法 仅仅是拿一朵花 示意给大家看 现场 那么多听众 大家也都在猜 今天改卖花了 展示什么花 这有家世尊者 破言微笑 好了 前面这个法说完了 后面开始总结 无有正法眼障 涅槃妙心 十相无相 微妙法门 父主磨合家世 就这堂课上完了 下课了 大家再想听 可以去向这个大家社尊者去问 当然 这一种说法方式 多数人都不太容易领悟 所以这有对积 但通常情况下 佛陀说法对大多数众生 是普遍的一种 启发 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佛陀当年在世 49年讲经说法 大事情景是这样的 最初的12年 是讲阿含教法 阿含什么概念啊 就是初级教育 普及教育 多半讲人天善法 四圣地法 就教大家如何做人 如何断恶修善 如何化解自己内在的烦恼 这个教程大概讲了12年 各位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启发的借鉴 我们今天如果在一个地方 刚刚为一些对佛法没有概念的朋友 要介绍佛法 多数情况下 是可以参照这个标准的 就是先要普及教育 讲大众最需要的生活中的佛法 譬如教如何做人 如何养成善良的习惯 再进一步 你说我想修行呢 修善是修行的基础好不好 从这里开始 那进一步呢 进一步你善良习惯养成了 向内化解烦恼 其实就这个教程 够我们学一辈子了 佛陀当年这12年说方等教法 就有很多人证阿鲁汉国了 再讲四圣地法 就证阿鲁汉国了 不过呢 往后面还可以再提升境界 讲方等教法 方等是什么 方正平等广泛的 说明宇宙人生真相 让大家明了 原来宇宙是这样 不再局限于眼前的这一种追求 方等教法讲了八年 这二十年就过去了 小学中学过去了 那才到中学啊 初中而已 不算什么 再然后 进入般若的教学 般若就是高中年代进入大学了 二十二年 看来是重点 佛陀说法总共四十九年 这般若经典就讲了二十二年 讲什么呢 般若里面讲什么呢 新经大家很熟悉呀 般若里面就是翻来覆去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在大般若经里面出现最多的经文就是 无所有 毕竟空 不可得 翻来覆去讲的就是这些 有人说了 烦不烦啊 不烦 因为我们还在执着 我们甚至执着有个真的般若可以得到 事实上 般若也不可得 也无所有 也是必尽空 因此需要反复论述 反复体验 就这还不一定能够完全打破执着 般若就是破执着 破什么执着呢 破对种种概念的执着 佛法不是概念 但是很多时候 修行人会落在概念中 所以得反复去破 最后呢 最后还有八年时间 这八年时间 讲法华涅槃 法华经是八年 这八年就是研究所 博士班 开显如来境界 所谓开全显时 回归最初的华言境界 那涅槃经呢 涅槃经就是一日一夜说的 一日一夜说大班涅槃 最后一觉 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常识 顺便了解一下 所以这样呢 学习的时候就有一个大概的头绪 针对不同根基的众生 佛陀会给予相应的说法 所以意料 第三种叫和事因 也叫调和因 和就是和谐 是呢 就是适当 调和也是这个意思 就是佛陀的音声之中 调和重音 悦耳动听 这四种 尊慧音 所谓尊慧 让人听到 肃然起敬 这音声之中 传递智慧 第五种 不误音 不会有丝毫差错 如来说法 所谓真语者 实语者 不妄语者 不狂语者 前面还有个如语者 金刚经上说 如来说法 事实真相如何 如实而说 分毫不差 但是这个说法呢 众生却不大认同 众生呢 习惯不认同 任何说法 众生以不认同别人 为自己的看家本领 你不认同可以呀 你如果能明了真相 也好的 事实上 明了真相的人 说法是一致的 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大英雄所见 不是略同 是完全相同 没有差别 所以佛所说法 是如实而说 不误音 第六种呢 不女音 不女呀 就是没有女子 这一种修设的 比较交替的 这样一种 感觉在里面 所谓大丈夫音 第七种 深远音 所谓深远 如同终生 能够传之久远 事实也证明 各位 任何一个人的言论 在这个世界 能流传百年以上 就很厉害了 就所谓经典名书了 能流传千年以上 这不得了 可以把它供起来的 那真的是经典 佛经 传了2500年 有人说 还能传得下去吗 别着急 你用的苹果 坏了100个 这部无量寿经 还一直在 你不信可以比比看 你家里收藏的宝贝古董 你传到孙子那一辈 可能坏掉了 这部无量寿经 还会在 那还会传多久啊 保守估计 保守估计啊 还能传 八千年啊 投资啊 首选啊 佛法在这个世间的流传 八千年 这是最奇葩的 而这部无量寿经啊 在所有的经典 在世间消失之后 还多留100年 独留此经 多住100年 传之久远吧 所以佛所说的种种 教会 它是超越时空的 传之久远 深入人心 最后一种叫不结因 不结是什么呢 一理无有穷尽 譬如我们学一部经 很多人讲这个经典的意思 怎么讲来讲去 好像都不一样呢 就不一样 没错的 能不能讲完呢 能讲完的 怎么讲完呢 不讲就讲完了 要讲呢 要讲 一直有的可以讲的 这一理无有穷尽 所谓诚说 诧说 无尽说 说之不尽 为什么呢 一切法 皆是佛法 你如何能说尽呢 就这一部经 任何一部经 它都可以联网 好不好 它一联到一切法中 那就是个互联网平台 因此任何一部经 如果要细说 各位 说一辈子是不夸张的 有朋友很着急 说师父 这无量寿经 要讲到什么时候 没打算讲太久 就两年时间 要两年啊 我们学一门课 半年去上完 这算是很夸张的 简单说说 两个小时也能念完的 也很简单 要多说说 要细说说 那么就可以 把一切法融会到其中 这不算是很细 当年天台智者大师 讲妙法莲华经 妙法莲华经 经文还没讲到 就是妙 就这一个字 妙法莲华经的经体 头一个字 各位 不是像我们这样 一天讲两个小时啊 那是天天讲 从早到晚讲 就一个妙子 讲多久啊 三个月 九十天 叫九旬 人谈妙 我们可能会想 一个字有什么好讲的吗 能妙不可言 九个月还没讲完 辩才无碍 不过呢 这一种说法 现在很多人可能一听 哇 这到底要听什么 就会觉得 天马行空 摸不着边际 其实这无非是要 要告诉我们 我们所认为的固定概念 才叫佛法 我们其实 使在了冥想当中 真正的佛法 它就是一切法 某个冥想 某个概念 它不过是个影子 用来帮我们 用来帮我们认识宇宙间的一切真相而已 因此 因此 学习说法的同学 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佛法 要先从这里领悟 借任何一法 联系一切法 这样一来 我们在法中 能够得一点点自在 大自在谈不上 小自在 或者迷你自在 这是可以有那么一点点的 这需要我们 打破对概念的执着 所以 这个八音 八种音声 畅妙声 就是如来说法 会随众生的需要 做种种方便开导 细说就不再讲了 因为这些菩萨们前面一放光 全部都明了了 这里是做个补充说明 十方来正事 无惜知彼愿 十方来的这些正事 正事就是菩萨 正觉之事 前面经文开端第二品 有十六正事 十方来的这些菩萨们 你们的心愿 佛都知道 阿弥陀佛说 无惜知彼愿 菩萨们的心愿 佛都知道 各位菩萨 我们的心愿 佛也都知道 真的都知道 那有人说了 佛打算什么时候 替我满愿呢 我们是这么想的 看看佛怎么说的 智求严净土 受祭当作佛 菩萨们的愿啊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们说到底什么愿呢 我们的愿啊 一般都是 比较空洞的 比较空洞 我的愿比较真实的 我就是要 要菩萨帮我找一栋好房子嘛 这也比较空洞 因为就是找到了 也得不到 都是暂时的 菩萨们的愿都是实实在在 长长久久的 这一点 确实值得我们 换个角度去思考 就是我们在这个世间 求的所有结果 实际上都很短暂 短暂到无法用时间去衡量 你说几十年 日历翻几页就没了 还来不及翻就没了 你说得到什么呢 菩萨们呢 他们的愿是长久的 求什么呢 你看 至求严净土 菩萨发愿不是要动房子 干嘛呢 咱得创建一个净土 一切菩萨都有属于他的空间 什么意思 他都有一个度众生的平台 有人说了 地藏菩萨净土在哪里 地藏菩萨的地狱就是他的净土 这个要知道 在地藏菩萨看来 阿比地狱就是他的净土 这个不要怀疑 那么更多的菩萨呢 则是直接发愿 就像法杖比丘 我要创建一个净土 以此来接引众生 这些众生跟我有缘 想要来找我 好啊 到我的世界来 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对菩萨自己来说呢 随便到哪个佛净土 都是很自在的 但是大家看看 为什么很多人拜观音菩萨 一定要去普陀山啊 你跟他说 我们真灵式的观音菩萨 一样灵 他就不赖 为什么要去普陀山啊 因为听说普陀山啊 观音菩萨选重的地方 那是观音菩萨的道场 但是从理论上讲 观音菩萨道场无处不在啊 有观音菩萨像的地方 都是菩萨道场 真灵式好多观音菩萨 你来吗 他不来 他一定要去普陀山 哪怕门票再高 依然还会踏破铁鞋 每年都要去 有很多人啊 他这么说啊 拜观音菩萨要连着拜三年至少 要不然菩萨记不住你 想想都挺可爱的 那菩萨能忍心 把他拒之门外吗 所以得献个地方 这里就是我的道场 你来吧 四大菩萨各有道场 为什么呢 无非是为满众生悦 并不是观音菩萨 他特别喜欢普陀山 九花山就是地藏菩萨最爱好的地方 菩萨哪里有好物呢 无非是随众生心提供一个平台 这样让众生啊 在联系菩萨的时候啊 这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有一个表达诚意的地方 同样的情况 我们建道场 也是这样一个道理 为什么要建道场 很多人说 师父你干嘛要建道场 我可以不建 道也自在 然后有人说 师父给个名片到哪里找你 你随便找 虚空法界无处不在 你能联系随便联系 那就靠本领了 我然后给你一个名片 下面写住址 进虚空变法界 联系号码 零零零零零零 你联系吧 那怎么联系啊 心成者灵嘛 你只要成心就能遇到吧 话虽如此 观音菩萨也没有跟大家说 你随便哪里都能找到我 他一定要现个道场 这就是菩萨慈悲 也方便接引众生 所以阿弥陀佛 为什么建极乐世界 很简单 没有个极乐世界 我们到哪里跟他学啊 我们到哪里去找他 我们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你这才知道 菩萨至求严净土 却是为一切众生 对菩萨自己而言 往返十方世界 实际上无处不是净土 这就 让众生迷惑了 那我到底要到哪里去找呢 你随便吧 其实 这反而不负责任 所以菩萨为什么要发愿 庄严净土 受祭当作佛 这是阿弥陀佛 为这些菩萨们 肯定 有愿必成 如同法葬比丘自己发愿 世间志在王佛 为他授祭一样 人有志心求道 会当刻果 什么意思 只要我们有愿 而且这个愿不放弃 一直努力 就一定能成 何况是菩萨 已经有修行功底 所以阿弥陀佛 为他们肯定 肯定成佛 成佛就是净土成就 菩萨都是这样发愿 我若不能够庄严某某净土 我不成佛 就像法葬比丘一样 那么成佛了 就是宣布 我的大愿兑现 净土成就 而后可以接引十方众生 大家可以来了 来了有地方住了 学多久没关系 这里吃喝不愁 这就是菩萨成就净土 真正的用力 绝了一切法 犹如梦幻想 这是说菩萨们自身的受用 对菩萨们自己而言 明明知道一切法 犹如梦幻想 一切法 一切有为法 一切无为法 都包括里面 金刚经上 是以有为法为例 来说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那有人说了 那不是还有无为法吗 这就叫无为法 听明白了吧 不要以为另外还有个无为法 就是能明了一切有为 如梦幻泡影 这就正无为法 所谓无为 就是不执着 好 我们眼前范围缩小 简单分析 体会一下 菩萨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他为什么那么自在 他为什么什么时候都那么潇洒 我们为什么潇洒的时候 就那么几天 自在的时候总是不多 为什么 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迷了一切法 对应一下 这迷了一切法呢 对我们而言 犹如在做噩梦啊 也是梦 噩梦 怎么说是梦呢 过去不管我们经历了什么 今天现在回想 像不像在做梦 乃至昨天历历在目的事情 你现在想 能想起来都跟在做梦是没差别的 有没有发生过的 有 什么情况呢 做梦 就是跟做梦一样的 如梦 如幻 如想 幻是什么呢 放在投影 看上去有的 你给我找 你无法补捉 想是什么呢 对着一个山谷大喊一声 有回音 那个回音就叫想 什么意思啊 听到有事实上 它不过是一种波动的现象 是有非有 无法补捉 我们眼前所遭遇到的一切 要做如是观 什么意思 培养这种习惯 我在做梦 现在在做梦哦 比如说我捏一下大腿 不是做梦啊 做梦 你做梦捏大腿了 在文法在学习啊 这也是在做梦 所以佛门里面是这么说的 菩萨修行 弘法 见道场 利益众生 叫焰坐水月道场 大做梦中佛事 降伏镜像天魔 正成 我们所讲的 佛果 也是如同做梦一般 梦中佛果 自己修行 这个历历提升的境界 回过头来 就像做了一个又一个的梦 建道场 道场就像水中的月亮 看起来是有 但事实上呢 事实上 它不会永久存在 不过是圆聚而生 圆善而灭 有水越陷 无水越淫 降伏烦恼 降伏魔君 那就像镜中的幻象 根本没有磨这回事 但是看起来有 成佛了 成佛 你真的以为成佛了 那不过是本来面目 所谓圆满菩提 归无所得 因此 因此 菩萨的生活 得大自在 他在这个世间生活 跟一切众生生活 那就是游戏神通 他得自在 什么意思 我们说通俗一点 好懂 他什么事情 都不放在心上 什么事情都不计较 对我们来说有点难 但是呢 我们可以这样学 已经过的事情 就不要再计较了 社会上有秋后算账 一说 让别人去算 我们就不要再计较了 我不计较 他计较呢 他要计较 我都给他 把计较全部免费送给他 祝他计较快乐 我们学着慢慢 已经过的 不要再纠缠 这样呢 人会越来越年轻 人会越来越轻松 然后对明天以后的事情呢 不要纠结 怎么纠结呢 我明天不知道怎么活呢 不知道能不能吃饱呢 不知道事情能不能做好呢 别着急 你先把今天活好 今天的事情做好 明天 明天就是今天的翻版 可以为明天做合理的计划 但是不要为明天 可能发生 或者不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 去纠缠自己 可以想得极其乐观 明天一切都会最好 明天很糟糕了 你还可以这么想 明天一定会更好 所以永远生活在这样一种乐观的心态中 有很多人会想不通 想不通 你就接着想 那样会很累 一直想就很累 放轻松 反而很自在 是不负责任吗 不是 这样才能真的负责任 你才能把当下每一件事做好 才能把握当下的每个机会 这才是真正活的实在 又活的轻松 菩萨们自己的境界 明明是观一切法如梦如幻 如路如电 如空谷回响 但是 依然满足诸妙韵 必成如是差 什么意思 明明知道一切法 无所有不可得而必尽空 各位听仔细了 如果我们真的认为 一切法就是无所有 好了 又执着了 这个妙就妙在这里 一不小心就被套住了 有人说了 什么都没有嘛 就不要在意了 就不要执着了 就不要做了嘛 又落入无所有的圈套当中 因此菩萨的无所有 恰好是做一切利益众生的事切 而不执着 这就是新经所说的 什么是空啊 色极是空 这说的是一种圆融的生活态度 但是小城修行人呢 一听就落入空的陷阱 扑通掉进去了 所以小城修行人 比较容易堕入无为坑 无为是个坑啊 就是你听到什么都没有 扑通跳进去了 跳到坑里了 什么叫无为呢 明了有为而不执着 即是无为 这就是这里说 菩萨明明知道一切法 如梦幻泡影 但是依然非常经济 却满足诸妙愿 什么叫妙愿啊 愿而无愿 对于自己这些愿 是以这样的态度看待 我发的愿 为利一切众生顾 但是丝毫不执着 不执着不是不做 是做而不计较 必成如是差 因此菩萨们 他们的生活非常有价值 但丝毫不烦恼 这是多么平衡的一种生活状态 理性积极充实 绝对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学习 所以很多人说学佛会变消极 人家学的不是佛 菩萨也没学到 那变消极了什么呢 有可能学了个阿罗汉 这是有那么点可能的 但你说学佛边都靠不上 菩萨都不可能这样 所以真正明了 我们看菩萨是这样过生活 我们试着这样学 这是阿弥陀佛 为菩萨们说法 因生说法 更多的 其实是为我们这些众生 方便我们明了 经文到这里 我们先告一段落 明天再继续学习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